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那今天晶晶她突然提到想学那个 Yukalili 所以就打算马上给她买一把 那现在在那个Sylvia Park 晶晶她正在学车 我们约好了在这里会面 那等一下呢就去买一个Yukalili 顺便录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在这个Sylvia Park商场里面 还在找那间店 我今天跑了一条巴士的山路 你有踩到巴士吗 当然啦 必须得踩到巴士的不然很危险啊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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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到巴士 你要上镜吗 不上镜就不害你 不想上镜 然后呢 我走了一条巴士的山路 然后把我好紧张 开完了之后手都出汗了 然后开完了巴士的时候 那条路要走六十 我觉得像蚂蚁跑那样 我不小心踩到了七十 然后严重超速 去看 你有没有去看那个 你有没有去看 怎么去选一个好的Yukalili呢 我觉得 就凭我以前玩吉他的经验 听音色 看 敲木头 我应该能够大概看出来的 他的音色说是很 但应该也是靠近吉他 我们现在在琴行这个位置 然后 种类还是蛮多的 那 这个Ukalili 我们上网看了这个教程 推荐的话 大概是四五百块钱人民币吧 这把是三百刀 这把也是二百五十刀 这把五百刀 上面还有两百刀的 那折合成人民币大概一千块钱左右 就没办法 新西兰物价比较贵一点 所以我们预算的话大概是两百刀左右吧 两百刀到三百刀 这把一刀的小刀 你也知道什么是 一刀的小刀 你会认为一刀的小刀 那些小刀 一刀的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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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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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買這個囉 是有什麼優勢嗎? 我現在是一個有樂器的人 我現在是一個有樂器的人 所以你現在是一個有樂器的人啊 我想買這個很久啦 但是呢就一直就是一直之前剛來這邊的時候就覺得因為還沒賺錢嘛就挺不捨得的 然後賺了錢以後就會覺得其實這個樂器相對於各種其他樂器來說價格已經算便宜了 就是至少比鋼琴啊吉他啊鼓啊都要好 然後我就特別想學這個 所以這次我老公就給我買了一塊的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蠻好的就是我剛才問他說Do you have any discount? 就是他給你多少 discount?便宜了差不多五十塊錢 哦是哦那現在Yuka Lily就買完了 去Thunday Market去夜市 就在這裡吃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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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炸雞? 做你们国家的美食给大家 然后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里是cashowning 也就是持收现金 那一般情况下现场会有地方换钱 但是换钱会有一到两块钱的手续费 那这间CVF Park呢相对来讲会莫名那么大 但是我跟今天会比较喜欢来这里 是因为吃太饱 是因为这一间的那个味声各方面比较好 然后人没有那么多 找座位比较方便 那至于出品的话 像这种夜市的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好吃 但是呢口味都是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最重要是满便宜的 这个五块十五个 这个五块钱六个 然后 这个是有三种口味的韩国炸鸡 多少钱来着 十块钱 多少个 不知道吧 反正就五块钱吧 那十块钱 那今天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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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